还是夏天 这个是 早 打走去地 对对对 那个我先去看一下口播 先看一下口播 那个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新来剧本沙沉浸室体验馆特别赞助的京城大师赛第八地偶像梦工厂 然后这是第四期 这是第四期 然后我是那个 这句话就不用看了 然后那个 然后新来剧本沙沉浸馆的地址是在北京市的朝阳区麦子街78号 然后目前呢是1000平的一个时间场地 以及有海量限定精品剧本 正在进罗密谷的筹备当中 然后他说是三月份就能跟他见面 因为疫情已经耽误 对 现在还在筹备当中应该很快就能跟他见面 然后并且现在女生的DM和女生的客服还在招品当中 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联系京城大师赛的观伯 好吧 然后其他没了 就有机会到这边来工作和大家见面 对对对 然后要说什么呢 他们说声音好小啊 那个我声音很大 导播注意一下 导播注意一下 现在他们说声音很小 特斯特斯 好多说 夏天来了玩具腔怎么没来 那个我我今天有一件事想求一下弹幕朋友们 就是大家今天提到玩具腔了 如果如果啊有有朋友 千万啊 好像声音确实没有声音 声音很小很小 收音的那个声音很小 现在听着声音很小嘛 对对对对对 没关系那个你们大家一会儿会那个什么会场 一会儿那个赛场里面声音的很大 大家就那啥子 因为我们这边好像卖什么的都在开着 所以我们也不太确定声音的问题究竟是哪里 现在能听清吗 好像还是不太行啊 嗯嗯我们这边听的也是声音很小 导播要不然给我们调一调 嗯对 今天是 我们说一下今天的嘉宾吧 现在啊 那我们的我们也不知道 反正那个弹幕都说声音很小啊 那个现在你们都觉得还可以的话 được就还可以 好了 那我说一下 我先说一下 就带我们朋友们 我有件事你要拜托大家 就是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大家千万不要去 完整香的直播间 说什么 那个夏天在解说间 什么的这种话 因为我是他的这个 京城大师赛解说席的 头号封杀对象 那个完整香的解说间 对对 千万不要去那边跟他说 他反正是那个 已经封杀我了 之前我一直没能来 不是一位别的 就是一位他 就是因为完整香的封杀呢 就导致了现在解说席上面 都没有拍的名字 你看我还有个名字 然后还得陪伴着他 然后变成这个 这也是我必要说 我想说的就是 为什么我每一次 都就解说席与危难之间 但我就不配拥有一个名牌 我想问一下那个 垂垂垂降是不是针对我 我已经从第几季啊 从第四季开始 就一直在说名牌的事情 因为我想说 也是一个纪念嘛 对不对 也不是怎么样的 但是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名牌 没关系 大家也可以把 文具腔的那个 直播间号 可以打在公屏上 然后大家可以 转移出去啊 别别别别别 如果有人 如果文具腔问 问你们的话 你们就说 解说席的人 不是夏天 好好 反正我也没有名牌 那个不问 不问的时候呢 大家也可以去 文具腔的那个 直播间说 那个今天的解说 我们问去的 我没有夏天 别别 那那 MetIt 冲冲冲边 别 extra 别疗web 嗯 那个 那个解说帕子世界 我跟垂nya 这样说 垂110说 就禁不住我这么闹 我今天跟他闹了半天 他说明天就有了 我说好 我明天在来的时候 如果看见没有 我就提刀去找他 他 反正刚才 我们大家看不见 地 glob表闌 他面 如果你们明天看看这个解说席没有夏天两个字的名牌 那就只会有一个早 我也不会在这里 我就是要去提刀去找他了 好吧 明天就提头 他就提头在解说席见大家 好吧 好久不见 然后 其实好久不见 对 今天说一下今天的嘉宾吧 今天的嘉宾是王宝宝 荣耀 牛肉干干 徐烟雨 JY刘晓松 耿雪儿 凡水 涓涓小黑 冯晓彤和秦子墨 我们先把他加冰箱 反正棒都放在最后 然后那就先切回一下赛场 让大家跟大家打招呼吧 各位直播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收看由火牙直播和新来 陈进士体验馆联合播出的 京城大师赛 第八季 偶像梦中场 今天是第五期比赛的第一天 我是本场的法官丸子 新来陈进士体验馆 在麦克电阶78号 有1000平实行场地和海量精品剧本 现在女店M和客服还在招聘中 感兴趣的观众可以私信 京城大师赛官方微博影片哦 今天呢 是大家非常想看到的合体阵容 话不多说 请各位偶像跟观众们打个招呼吧 现在有请一号王宝宝 大家好 大家好 就这样啊 谢谢 又和大家见面了 就这样 好 过来 二号荣耀 哈喽哈喽 哈喽大家好 我是荣耀 就是首先祝各位看直播的女神姐姐们 女神妹妹们节日快乐 然后 在场的各位姐姐们也节日快乐 各位姐姐妹妹们也节日快乐 然后 话不多说 赶快开始游戏吧 迫不及待了 也请大家 我牛肉干 大家好 我是牛肉干 祝大家节日快乐 然后就快点开始吧 因为今天也稍微晚了点 嗨 大家好 就是上次 上次缺席是因为我落枕了 虽然听起来有点奇怪 但真的是我落枕了 今天呢听说小黑就是不割掉 然后一定来 我们两个呢 终于合起 对 我们两个终于合起 所以今天我就是 虽然上次的落枕还没有完全好 但我还是过来了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大家好 我是玄宇 然后也非常期待今天的三局过了 哈喽大家好 哈喽 好了吗 可以 哈喽大家好 我是秦子墨 然后我是一个好人 过了 提前好人 那个 那个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节目大赛赛 然后我们上周是鸽子了 然后那个我们现在 因为北京疫情原因 所以我们这个场地 时不时的会被抽查 如果今天要突然直播关了 那就是因为 派出所人又来了 期间跟大家打成招呼 我们现在也是这个 要艰难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然后其他又没了 希望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好吧 那个争取赶紧结束 以免我们这个冒着风险 这个承担责任 过了 那就话不多说 赶快发牌吧 后面人也不用再发言了 他不用干什么 那个 我没什么错 他那个 然后这个没带 没带这个 怎么没带 还不让 不要说吗 你可以说 那我这 我不说了 不让说 拉倒 那个 祝 今天这个节日 然后祝 所有的妈妈们 赴云节快乐 然后也跟我妈说一句 今天晚上少喝点啊 别喝太多了 过来 那你妈是我的好朋友啊 大家好 我今天是那个 开了雪了眼的流发水啊 今天谁要骗我 我就 发动那个 天照队 没毛病 哎我唱 你也看 可以啊 那个今天 那个是久违的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啊 我们那个三个老妇女 就祝大家 妇女节快乐 今天 久违的那个 老妇女是 咱们 咱们三呀 就是 祝大家那个 愤女节快乐 那 先要感谢一下 那个牛肉烩饭们 送我的牛肉烩饭 和咖啡和辣子鸡啊 都挺好吃的 现在有个问题 不是 白哥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 三八妇女节 我们食堂女的 都能多发个鸡蛋 都不用钱 咱们 啥也没有 还随时被卡走 挺好 是吗 多发尾章牌 那行 画不动 那个 我们圈老师 也是坐完月子 恢复的不错 哎呀 久违了 久违了 让圈圈 那个圈圈来吧 圈圈来吧 我过了 确实啊 那个 我特地不远万里 来到北京 原因是因为 有人说我坐月子去了 那个 于是我又两周前 登了三轮 又来了 那个 久违今天是那个 小黑是特地 为了那个 小童和我们俩 来到现场 本来他今天有事的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 然后今天 我今天遇到 那个 终于碰到小童老师了 然后我 必须在这儿 给他今天舔得 明明白白的 好吧 过了 我们不是精心装扮了 三个粉色 然后完全 不kill 我在家翻上导柜 找了个粉色 衣服 然后到你这儿 完全不讲 很夸张 然后 确实说什么 我来主要是想念大家 以及就是我说 我七七都参加大师赛 然后到这一季 从来没有真正出现过 感觉都已经快到完了 我没有真正出现过 这是今天 我是第一次坐在这个椅子上 这一季 全新的 全新的出现 然后 然后我看到这个名字 就是说偶像梦工厂 我坐在这儿 名副其实 而且你们不要说是什么 圈圈去坐 我们三个里面 我是最想坐过月子 我成功顺材 你看我现在就是恢复的 恢复的也很好 对吧 什么皮也是说 就是说 皮也上了 然后条也上了 很高兴啊 那就祝大家所有的那个 漂亮美眉们 不漂亮的 不可能不漂亮 没有不漂亮的美眉 好吧 祝大家节日快乐 我们开始了 不然差点之后 不漂亮就行了 就是没有不漂亮 没有不漂亮 欢迎回来 欢迎回来 首先向那两位 那个偶像的粉丝们 道歉 我没有念好你们的偶像名字 早害怕了 也有你怕的时候 确实 今天想说的还有就是 要祝所有镜头前的小仙女 还有在场的场内的小仙女 以及节日说间的 嗯 节日快乐 然后祝所有男士们 能把今天过节的小仙女们 伺候的快乐 好不好 这话说的 不知道怎么接 这话说完确实不知道怎么接 只能祝你节日快乐 好吧 我不知道你今天 快一快吗 美 特别美 哎 那个大家记一下那谁的职位电号啊 谁谁 哈哈哈哈 别瞎说 对对 那个主要是那个 确实那个 现在北京好像今天通报说又有疫情了嘛 然后所以这个环境上面还比较 大家注意身体吧 注意身体吧 对 然后因为最近还是比较那什么 所以我们那边都是封控管理的 我们这边就是 所以可能今天现场也不能来的粉丝 对 对 然后包括嘉宾可能从外地赶过来都是特别的难得的 特别的 因为其实这种 就是真爱 对跨省是真的挺挺费劲的 光核酸就不知道要做多少次呢 我我我我我是刚从那啥那啥回来 我从上礼拜二回来到今天我做四次了 四次 四次 到着北京做了四次 这有体验 对这还没去哪呢 是不是 有人说让我们戴口罩 我先一会就准备一下 好吧 一会我们跟你说就切到了现场 我们就戴个口罩 然后等到切完了我们再摘了 要戴口罩吗 不用 应该不用吧 我们还应该还挺 我我就戴口罩的意思是 不是看我们俩呀 我有点 我有点那个什么呀 肯定是不想让我看 看我看我 主要是这么 这么可爱的小姐 怎么可能大家不愿意看的是吧 这小姐也叫姐说 大家记一下 不要提我的创新师了 明天明天我就应该是一个拥有名字 好 那个 今天版型你有记吗 应该第一局不是混吗 对 第一局是混 什么意思 还是在线点名提问 是不是老师 那肯定得提问一下 这我很久没来了 但我肯定还是记得的 第一局肯定是运点那边混的 确实 那个反正因为那个之前 我场上很多玩家都玩过 但是也有比如说不太认识的玩家 因为确实连名字都叫不出来 也是问题 但是其实也不知道大家 就是失割了两周啊 大家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反正我们在九十间线 听得非常清晰 就是那个直播间那边 清脆而爽朗的笑成不绝于耳 比如你在那笑 我也不知道在那笑什么 夜里可能狼队友见了 就开始哗哗在那乐 反正如果能不能混字混在朗户的话 就还挺有意思了 我觉得啊 这个版型 比较低俗版型 比较低俗 怎么你这样说什么 我觉得这版本挺难的 从来都找不着原家 真的吗 为什么 因为有人 那个什么 他们说 有人说今天第一局是 英语那边不混了 但我们收到的是 不混了 我们收到的是混 反正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混 一会儿进去再听吧 万一有嘛 第二局混 什么意思 第一局不混 第二局要混 我们跟单目有人说第二局混 第一局应该是混 我们接到的通知反正是混 大家进去的时候可以看一下 应该还会有 左下角会有一个版型 对 可以说一下 刚才有单目说到 今天换了一个法官小姐姐 好像也是跟你是有私交 有私交 就是以前也是GIC的一个法官 然后那个 就是很熟很熟 而且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业务 业务能力一流 业务能力一流的一个小姐姐 叫丸子 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那个 就是那个是不是有兴趣的 就是大家如果想认识的话 他好像也有微博 应该是 大家可以关注一波 我还以为说 有心认识人通过你来认识他一下 我想这是什么 什么意思 没有没有 对了 咱们是不是还有投石通道啊 在微博上面 但昨天说是那个什么 什么不支持线下 今天没有投石 因为疫情原因啊 所以没有投石 我记得好像说 一看这个接触就不太专业 对吧 难怪没有名字 但是官国上说了 由于那个疫情原因 好像是那个 不允许线下投石了 所以可能这两天 就是大家就只能在直播间自己 自己点外卖吧 反正我们还是点着外卖来的 你看第一局玉女猎白混 第二局狼美人骑士 第三局梦魇守卫 这是我们今天说到的版线 有人跟我们一样做了功课 说明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观众 点名表扬一下 虽然我也不知道你的ID是什么 因为我只能横屏 反正我是觉得好像 就是在这个场上 大家玩玉女猎白混 已经玩的 已经PTSD 为什么呢 因为老有混出来捣乱 感觉好像那个混的每天都是狼 然后大家混都非常精准 天亮 天亮 天亮我们大家先回去吧 嗯 好 现在是上景环节 9号玩家在景下 除9号玩家外去玩家均上景 现在时间是37分 由1号玩家开始发言 1号玩家 1号玩家请发言 我愿家 然后先留景辉留 9号 8是茶沙 然后为什么要验8 我说一下 这个心路历程真的有点长 因为反正我是愿家 我先说一下 我本来是想验一下4号 不是 因为事情是这样 因为我本来是想验4号或者12号 后来想了一想都不太好 验小黑又不太好 后来我一想我男 男愿家 因为反正大家也都知道是抽牌的 所以就是 因为他上周说 宝宝8是这件事情 我耿耿一会儿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验了一下8 8是茶沙 然后我不认为7也是好人 我没有验7 因为我万一验出7是好 我不是 我希望9号玩家能够理解 一个愿家在7 8里面 艰难的做选择的那种概念 你知道吗 你是愿家 你是不用做选择 就验 就验我 但我验8是因为 因为我现在我也不知道谁跟我汗跳 对吧 别的也没有什么了 我希望我就是有可能弹幕会说我是什么悲伤狼 但是弹幕都错了嘛 因为今天是妇女节 作为我们为妇女服务的男士 所以就比较绅士一点 不是悲伤是绅士 我希望悲伤和绅士大家能够搞清楚 然后8是茶沙 锦回流验个9 因为为了避免7号玩家起来捶我 说什么不能验后指挥 就验一个9 好吧 然后大家可以听不出我是预言家 但听一下8是狼就可以了 好吧 别的没有什么了 那个过了 2号玩家才发言 2号玩家发言 首先2号玩家是一张好人牌 不是一张预言家 我听你 我觉得不太像 你可能不是我心目中的预言家 反正这局游戏开始之前 你跟我说 今天肯定不会骗我嘛 你说你今天因为心情好 不骗我 好不好 觉得你这个发言可能是 不太像一张预言家牌 对吧 你给八发查杀这个行为 我看 要不然是张狼牌焊跳 要不然就是一张诈身份吧 我不知道 反正我是一张好人牌 我觉得4可能会起跳 因为 一拿下亏 我看4号上你这个动作 好像很积极 非常积极 就是大家都刚拿下亏 4号手已经放在这了 研究怎么按这个灯了 我觉得4号可能会起跳吧 别的也都不知道 锦夏那个9 那得验一验才知道 毕竟锦夏就9号这一张牌 我是一张好人牌 我要等我后志位的心目中的 预言家出来 我再选择站边 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占你1吧 除非要不然你后志位 那个预言家发言 发得太烂了 我可能会考虑占你1 但是我觉得你会退手的 是吧 我是好人过了 3号玩家请欢迎 怎么说 1号玩家 晚上吃刀了以后我就想读谁 今天这个节日快乐 肯定不能读女生 其实也没有怎么想 直接就举了个1 反正 反正已经把宝宝老师给尬了 好吧 待会就去炖一锅兄弟肉 给大家补一补 没事 9号玩家有一个好方法 你看如果8是狼 有可能 不是不是 8如果是狼 可能他们有狼混 你把票上给8后面团队的那个 待会他们一认 游戏结束 我们直接下一把 好不好 这样就知道是不是愿家 如果游戏没结束 就读对了 也就是狼 怎么样 真读对你 你看一下这场上 除了别人还能读谁 对不对 真是你 真是你 那个 我不知道是不是8砍的我 反正这个是一个快捷的方法 当然还有可能 9本身就是狼 9肯定也会冲票 你们待会看游戏结不结束吧 好吧 够了 四号玩家发言 四号玩家发言 首先先对话这个2号 我不叫起跳 我叫登基 我今天真的拿到了预言架 而且我在这个游戏里 第一次拿到预言架 你就别笑了以后 我早就跟你说过 等我翻身 等努把歌唱的那一天 第一个打倒地主就是你 你还敢在我前面 在这五五旋旋的 咱们现在身份也不一样了 咱们也是资本家阶级了 我昨天晚上 查了七号 七号是那个好人牌 我们呢 这个为什么 这个心路历程 比你想的 刚比你刚才编那些要好太多了 这就是第一个 第一次拿预言架的一个新手 他一定会做的 那就是先看看七号能不能拉拢 如果不能拉拢 就把他踩死 对吧 所以那个 这个七号是我昨天晚上的金水 然后呢 我再说一下这个 景辉柳 景辉柳 像那个一号就不用验了 他直接去死就好了 他已经堵死了 是吧 这是可以说的吗 孙英光老师 你昨晚给他打了阳台素了 那我 我下一个验呢 我就是 我验一个 景辉柳就留一个十二 然后再留一个二 好吧 我过了 其实四号玩家发言是有不好的地方 一个是四号玩家起身说 七号玩家是那个好人 就这一个想了一下 然后你景辉柳打的是十二 因为二是起身说一不像的 所以你也没有告诉我 为什么你景辉柳想打到这样二 还有一个就是景辉柳九 你怎么定义 你说你不验呢 你是觉得九是什么呢 所以就是四号玩家发言 确实有一点问题 但一号玩家呢 是这样的 你开局 你开局 看完牌之后 你说你见诗员家 你必验四 这句话你是怎么发出来的呢 现在贴亮了说 哎呀 想验四想验十二的 结果验了个八 所以我再听一听嘛 我觉得四的发言 其实并不是让我太满意 我过了 六号的表情发言 我是觉得一号是有好的点 我觉得一是有好的点的 就是他上来是先踩了九号 因为九号是唯一一个景下的玩家 就是狼队的话 会 就是我觉得 如果我是一个狼人 我看到我四个队友 呃 我会安排一个 至少安排一个人吧 在景下 对吗 所以说就是宝宝去 景辉柳摸九 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他好的点 前面就一直在踩一号 我就觉得一号挺惨的 想捞一下他 并念及一下旧情嘛 然后我觉得二号 他开牌的时候 我明明他身份挺自然 挺放松的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张好人牌 四的我 其实我不是非常想站边四的 就我觉得一是有 是有愿佳面的 我想跟一走 过了 那我觉得六可能就不好 我肯定是跟四号站边的 因为 因为我是个混子 我混得四 所以我肯定得跟他站边 一号就一定是狼 我不管四号什么站边 一号就肯定是狼 跟一号站边六号也一定是狼 我一定是混子 因为我如果要是 不是混子 我要是狼的话 我没有必要跳混子 还说我混得四 哪那么巧呀 四号给我发金水 我还混得四 你看看 所以四号那肯定说的是真话 反正我混得是四 四号是狼 四号是狼就交牌了 就输了呀 因为四号五百一号独了嘛 那就只能信四号站远家了 那没办法了 那这盘就就不用聊了 还聊什么呀 就说四号 你只能按照四号站远家打了 因为我混子都混得四 对不对 没了 那就我们就 就就就就 反正如果如果一号要是 如果一号就是三号真读了一号 那我们今天就可以出 看看出不出六号 或者后面我看看还 看看还有谁上票给一号 万一九号要上票给一号 那先把九出来也行 好吧 我反正肯定跟四号站边了 虽然是 而且四号发现确实不错 确实不错 我过了 八号我先请发言 那个八号发言 咱这个玩狼人傻嘛 井上接了个茶茶 得先拍身份 我的底牌 草牛逼透了 我只能说兄弟 你在这纯纯的踩在了一个小钢板上 狼人 平民 一见平民 一见平民 但是不影响 王宝宝 我这么告诉你 牛肉干刚才说 他晚上毒你 他绝对不是像平常那种女巫 吃了刀以后 声东击西那种 你现在真的一个自爆 你就是一个小吞毒 完完全全小天性 你现在不自爆 一会儿你死了 可是超级小尴尬 我劝你 秀一把行不行 别的遗迹都在这水水灯灯的了 你现在秀一把行不行 你就自爆 你看他是不是毒的真是你 然后这个 钱之魏听了这些发言 这个七号牌 因为是我 我的冤家发的金水 甭管他是跳了混 现在甭管他是好人混 男混 他肯定是混即混以上了 那这个六号牌就是很怪异了 六号牌你刚才跟我说什么 说钱之魏都是踩这个椅的 所以说你要捞他一下 这个五是说四不行的 三是说把一毒了 但是他也分不清谁是冤家的 看后面这个绑绑票的 那也就这个二稍微怼着他两句 那怎么就是全之魏都去踩这个议论呢 那在眼里面四平什么没有冤家面呢 而且这么一个重要的位置 八号牌接了张茶茶 你连听他解释的机会都不给他 你就要怎么定他的罪吗 那什么的人才能拉这种偏价呢 那不就有团队的人才能拉偏价吗 那你六号牌那就乖乖的 现在就就紧下去这一票嘛 那我看你投给谁 你要是投给那个 你要是投给那个自爆狼的话 你也就是个狼 那你要投个好人的话 我还能合计合计 那后这位的在在在听听发言呗 后面的这个十十一十二 没发言呢 我也不知道 我感觉牛肉干肯定读得一 牛肉干不可能真是 说读一然后把四读了吧 你看四号牌那样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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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读了我 我能怎么办呢 我还只能坐在这忍 我又没有别的办法 我操作不了 我过了 你吃毒了可以这么高兴的吗 是什么意思啊 我不高兴可以把 不是关键是 你就想想啊 王宝宝 你觉得牛肉干出了你 他还能毒谁 你环顾这一周 新朋友肯定毒不了 我们这都是好家人 就你一个外人 他不毒你 他能毒谁呢 你等啥呢 真的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在等啥 哦你是猎人是吧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没毛病 狼腔没毛病 他一会就说 他是被毒的猎人吗 他说他不跳 冤家了就完事了 那我觉得 前这位五六 就都不太好了 因为一四的发言 我觉得 你很难越过这个四 去占这个一吧 然后 选语的发言是猛打四 对吧 然后六号就是 无脑战役 然后打锦下的九 对吧 别的那也没啥了 后这位发发言吧 忙把我老师 实在不行就听了 想他只能毒你 他真毒不了别人 好吧 我别的就过了 11号要下去发言 我都说了 我今天是来看小童的 我肯定站边四啊 没有毛病 而且我那个看荣耀 我觉得荣耀是好人 因为我抓荣耀 那是一刷一个小嘴啊 抓哪 是 好了好了 有些东西我放在私下说了 好了好了 没想到我们是接种事 那个 因为 因为三号 已经跳 跳女 啊 这太多画面 现在没办法发言了 没办法发言 然后那个 因为如果占四的话 七就是精髓 然后八是被查杀的 所以如果七八都是好人 我是好人 十号玩家也是站边四的 就也还可以 九就看投票 那五六就要开廊 因为我觉得二是好人 三是女巫 对吧 那不就这几个位置吗 然后那个 因为 是这样 七八都打了六 我听到了 但是 玄宇呢 我们玄宇老师是 就是说 他的边 确实跟我本人站的 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介于他平时的站边 我觉得对他的身份 也许有点小巧帅 有点小巧帅了 判断 所以要看 所以这把我就先 锦上的话 我先站边 四号玩家 然后还有 我觉得 丛哥发言 发的还挺好的 所以不太像 认识一和四的 这是我听的内容 那就让小孩发言 过了 12号玩家请发言 预言家 六斤水 是这样 气氛一下 十分沉重了 我觉得呢 不能说 就是说给大家荡下来 我们开心的聊 我们先从哪开始聊呢 先聊个基础逻辑吧 大家认不认 七号玩家是混子派 我不管你们认不认 我是认的 那么这个混子 是要混什么呢 混的狼人 他说了自己混的四 四号玩家能试真语吗 一定是狼人 这个逻辑送给大家好吧 很简单 很浅显的逻辑 你认七是混子 那四就必是狼人 好吧 那一不是已经被 大家都说一已经被堵死了吗 所以说 跟我对套的就只有四 那就很精彩了 你的身份已经被七号玩家 拉爆了 因为七号玩家 在不需要听到八号玩家 发言的任何情况下 就可以直接战遍你四号玩家 我觉得是非常草率 以及你跳了混子 混的就是混狼人的 混到四次就狼人 这就是逻辑 然后就是五号玩家 五号玩家 我相信你听懂了 十一号玩家就是骂你猜逼 哦没有 拉好了好了 就是骂你猜逼 真的 翻译过来就是这样 不用听他花里胡哨的赘述 就是说你猜 但是我听懂五号玩家发言了 你觉得四号玩家发言不太好 因为他说那个好人 是有一点不确定的感觉 然后一号玩家你觉得发言的状态也非常低迷 也不太好 也就是说这两个人你都不是很赞 那就很简单了 赞我 因为这两个你都不赞 我再去填个狼坑 我觉得我的狼坑一定是不齐的 为什么 我前说一下 为什么吧 我水平有限 我觉得不齐总比点爆了好 是不是 所以我就前点一下 我觉得十一一定是不OK的 其实啊 这个局没什么好 太费劲的 因为我们如果真的认三百一毒了 那么九号玩家如果做伪狼 他就一定冲 对不对 他投给谁 谁就是那个 汉票狼 对 就不是真欲 对吧 但我觉得这时候别怂 来电话 没事 别怂 咱们就是说遵循自己的内心去投票 对吧 因为这个局其实不在我们都在你手里 你许说说今天哪个阵营赢 哪个阵营就能赢 好吧 我觉得 你看他投给谁 其实我发言前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发言 我也是试着发发卡 下一把不一定是怎么说 反正现在先跳个渊家 几个逻辑送给大家 六号玩家是七八都彩的 我如果是汉跳 我不能给六发金水 因为可信度非常低 我可以给别人发 对吧 为什么还选择给六发 安排好的 因为啊我在想 我在想这个一是啥 是不是混子呢 因为你们都说 这个酒会投给自己队友嘛 一会我也就是很难说清楚 他一定投给我的 所以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干脆别跳渊家了呢 但我觉得人家安排好了 我就且跳一下 且跳一下嘛 反正因为就是死了至少两好人 是不是呢 跟你们演个屁 我觉得混子也是寒狼队的 外哥应该不是混子 要么就是你烟雾蛋 反正我们有五票 死了两好人 五对五 我再拿个几灰 五点五比五 我们就是说 出谁都可以嘛 可以 是这个道理的呀 对呀 我看大家好人分分想交派的 尤其是二好 情绪很低落呀 别难受呀 别难受 我是在跳预言家的 你可能听不出来 但我是预言家 对吧 好吧 跟着我走吧 你们也没什么退路可走了 好吧 那就这样 浅投一下票 好吧 就是你这样过了 所以请上人家发现技术 现在是退水时间 请退水的玩家 能在警上玩家 有四号十二号 请警下九号玩家 再有到手投票 三二一 请投票 九号投给十二号 十二号灯给警长 请四号玩家灭灯 昨夜 双死 一号 三号 玩家死 一号 玩家请留一言 我是恋人吗 你是啥 然后如果七八 是两个好人 那还能玩吗 然后 那就是九十二 等会他不绑票 就说明 是好人混吗 因为我是恋人吗 所以 然后十一说 我也不知道 有什么好笑的 如果八七八 七是现在是 愿家验证的好人 那就八如果是 也输了呀 所以你们 砍人的顺序是 先砍七 再砍八 再砍四嘛 所以你们 如果七八 是两个平民 我们就赢了 如果七八里面 出个白痴 我们就输了 你别多说了 你还是个 那七跳的混战 你就不能是混了呀 是白痴啊 七八里面有白痴 我们就 他不是认平民了吗 这个废物 你怎么那么废物啊 你怎么废物 发茶茶 我不给你发茶茶 你站边十二是吧 是不是一样的吗 是不是傻物 我看到这个手势 我肯定要操作一下呢 然后你 然后我看到这个手势 干什么 你还叫我自爆 我能把枪杆子 熬正了呗 然后还有说什么 他说什么 他能独队 你看一下能力范围嘛 我也没砍到过女巫 你看我拿狼 砍到过女巫吗 砍到过吗 一次都没砍到过 砍到过一次 从第五季开始 打了一百多把 我砍到过一次 所以所以堵我 没有关系 你觉得我能砍到堵我 我肯定是好人 而我好人 跳的猎人 就一定是猎人 不要再幻想什么 我是平民挡刀 跳的猎人 那是不可能的 你懂我什么意思吗 接受现实没有关系 然后 小童是冤家 我惊呆了呀 小童 那那就是 等会也就是拍刀环节 我也不用找了 反正92 你们就看看绑票不绑票 你们也别说绑票 你就说直接归期 直接归期 你们票够就够了 票不够 也别让我们在外面等太久 好吧 读对了 读了猎人 过了 也不是奔着狼读 就是没有人读 非常精彩 没有 这张牌是叫什么圣女 我都不知道 都不是女巫牌 我带完课 我还问了一下 可能是问的时候 哪个小精灵鬼看到了 不知道啊 不知道 但是我当时就想好了 如果吃刀 我早就想好了读一 你们问那个法官 我就一秒 都没有一秒 零点一秒举了个一 确实也不是笨着 是是是笨着 是笨着 我觉得一号玩家比较厉害 能叨叨我 去读的 因为女巫吃刀了 你总要读一个人嘛 12号玩家 现在应该可以开始互认了 跟这个狼混 应该可以跟狼队互认了吧 现在 那说明是好人混 那怎么办 对不对 如果有狼混的话 现在就直接认一下嘛 对不对 应该是可以互认了 那就先把 那就先把12跟9投掉嘛 然后再弄嘛 对不对 别的就没啥了 那就怎么说 好人继续加油 好不好 我就先走了 走吧走吧 一号三号玩家一言结束 请12号节目 选择金多景有发言 二号或十一号 嗯 二号吧 二号玩家请发言 二号真的 二号玩家发言 那这 凉了呀 就吧 就只能盼 只能希望歪哥 他是一个 好人混了 希望他是一个混子 他混的是 真的是四号 是个好人牌 那就现在就轮次 狼人 如果是狼活呢 就直接绑票了呗 现在一张猎人走了 一张女巫走了 又原家又名的 找到白痴狼人就赢了呀 我是一张好人牌 那跟着四走 今天先把12出掉呗 那好人出掉 嗯 那六是不是就是一张好人呢 因为六要占编一 一号吃刀了 六是不是好人呢 我不知道 反正92两张狼牌 先出吧 我是好人牌 跟着四走吧 够了 四号人家请发言 有名字 完全不接受 哎我的第一吧 就是预言家 怎么可以悲剧打车场呢 哎凭什么呀 凭什么底下只有 就是耿雪儿一个人不上啊 这是也能 这也是可以安排的嘛 我不相信 就是狼可以来安排狼 我是知道的 他们晚上有些哑语 有一些就这个 但是为什么 也能安排好人全上井 你们上井干嘛呀 好多人上井 就是完全为了上井 而上井 就随便说了点 不给底下投票 就别上来 就是发言了 给底下好好投票吧 你知道我刚才看着耿雪儿 把那一票就是 投给小黑的时候 我其实这气无奈 我觉得他又只能这么干 那怎么办呢 我现在再强调一遍 其实我的金水儿 九十二是狼对吧 这个我觉得六还是狼 嗯 这六也是狼 然后呢 我今天晚上咽一下谁呢 我就我今晚咽一下四吧 嗯 就咽一下四吧 嗯 就这么定啊 反正我也只剩就是一呀 嗯 我也没有金灰是吧 那我怎么说了 干啥呀 我就随便随便 随便玩玩吧 哦不是不是 是我 我 我已经癫狂了 这小幽默呢 是这样 我先向你表水 为什么上井呢 因为我在井下也投不对票 还不如上上井聊聊天 是不是 我给你表水 我不是那白痴 你要不快点 你就拍刀 哎 就差一白痴 找不着我们耿雪儿 九号玩家这么厉害 能不找不着白痴吗 你拍吗 那怎么拍啊 太快了 没事 我们这个后面两集多聊会儿 都可以 都可以 你拍吧 看看你实力 我们两个队友还在跳 显摆一下 显摆一下 行 过 怎么还能觉得我是狼呢 我是一个混 我 我混了九号 你也是个混 我是狼混 我确实是个混 然后 但是我真的觉得二号是一张好人牌 就是 我一开始就说 我觉得荣耀那个 那个面相应该就是一张平民牌 所以荣耀就不用刀了 然后我们把四号刀了之后呢 我觉得八 八要么是五 我觉得七应该不是一个白 我不装了摊牌了 我就是一张狼 我就是一张狼嘛 对吗 刀刺 刀刺 过 七号要去发言 我真是混 我也真混得死 所以现在就没有结束嘛 游戏 反正我肯定不是白痴 我是混 我第一天就跳了 你们再找找呗 好不好 然后 我觉得差不多能拍了 嗯 别磨叽 好不好 我过了 我过了 我先过了 你们再听听 我就很后悔啊 刚才不应该把我这个平民身份 跳得那么好 这不相当于是为狼人做好事了吗 相当于天生替他们排了个坑 我也没想到我 你说这还那种猎人 哎 一张猎人牌 对着一张好人牌 发叉叉 逼着他交身份 然后造成的这个狼人 先天烧出来烧烧烧一个坑 哎 这个猎人简直就是狼人之友啊 哪三人你们宣伤 有我们 你继续 你们你觉得我是啥呀 大声秘密 我 你看我的身份已经让耿雪看透了 那我也别多说了 再度的辩解 再度的辩解也是苍白的 我现在哪怕说自己是一张白痴牌 也没有人会相信了 那我过了 拜拜吧 哎 我们就我们就两刀 我们一刀要砍那个预言家 两刀找一个白痴 所以我们排除这个混子 排除圈圈 从258里面找 10怎么能拉10 我下 这我好姐妹 那就 那么红眼狼你看 我觉得 他吧 平民 他白痴 颈上 不能那样 因为他本来这个人 在这个场上形象就不好 你说他拿白痴 接茶沙 认个平民 万一那边真是个预言家 他这把 洗不清了呀 对吧 颈下认白痴 没人信 就直接就被推了 所以应该是平民 我觉得25更稳一些 我到我这 这我的想法 你们再分析分析 这不能 轩轩 轩轩 轩轩被小黑敏爆了 轩轩刚才跟我们一块找白痴呢 我们仨是开会 轩轩说 我觉得我不像 想想 那个小彤老师可以先去上厕所了 小彤老师 真的难受 你觉得舞不太像吗 不太像 真不太像是吧 你们这么一说 长得那个荣耀脸 荣耀脸挺黑 但是他发言的时候 蛮像平民的 对 我觉得白痴 现在就可能在多说话 然后让别人 反而觉得他不是 我再也觉得他像 我觉得我拉了 你们找到白痴 今天外送到荣耀脸 我是白痴 你是被毒的白痴啊 不是 因为他只能是混子 如果外之位 有狼混就要认了吗 对不对 你说会不会四十混 七十愿员家呀 你他妈疯了吧你 你俩操作太迷迭了 我不会吧 这银很有可能 四混了七七 直接在这个地方认混 我怎么能了解 对 然后发言 来到北京 问你们在这听 对 七怎么会混事 他遇你们的拍刀 然后七员家 然后就跟着说 七怎么会混事 发发言吧 那你先发言吧 我俩乐会 我真的 确实啊 在那个王某发言的时候 他们三个人 已经在这开会了 那个我硬是没让他们自爆 原因是因为我确实不远万里 来到上海 我感觉 像 双树 但是我是一个好人啊 我这是 瞎瞎 瞎说的啊 那个我是个好人 那就让他们拍刀吧 好吧 我们下局再说过了 12号的邀请发言 你们俩 找到没啊 我刚刚大行问法官 我说能不能抢先发言 因为我想说 我先把狼坑一点 然后看那个混子 有没有混到狼 混到狼 我们就好说嘛 但我觉得你说的是对 七 就是但是四跟七 不可能有这种反应操作 你放心 就把心放肚子里 如果四号玩家 是一张 混子他跳原家 刚才那几个发言 他是发不出来的 什么我终于拿到 预言家了 我艳妻是新人的心理 他出去怎么怎么样 不可能是这种心路历程 就一定是真原家 要跳的心路历程 所以我们就去找那个白痴 但是我这边认为二相 因为他脸真的就蛮垮 我觉得大家 别想了 我觉得现在有点草 现在有点草木皆兵了 有点草木皆兵 所以我们怎么办 我们跟好人商量一下 我们这一刀 我们现在不用 我们把这个四推在台面上 我就请求大家 再为我们节省一刀 好不好 所有的拼多多的朋友们 帮我们拼这一刀 我们现在众潮说 我们这一刀想留给白痴 希望四号玩家 他娘的给我死在 白天 好吗 酸K 有酸K 你跟我们穿一个颜色的衣服 你就要这样 对 我怎么能死 我怎么能死 酸K 那好吧 我真的会信 那我们就说我们今天拉起小手 拉起小手 我觉得如果预言家 有一种最好的死法 那就是被好人投死 有声难忘 有声难忘 我觉得是这样 没毛病 与其就是说在那边等死 不如说早点死 壮烈的牺牲 然后起来就骂这个十一 但是我们会为他阻挡 好吧 对 二号玩家 你觉得怎么样 我投你 你投我 垂死挣扎 像个白痴 真像个白痴 你看他那样 老子就有一个神了 一定要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 也别听我 因为毕竟那个女巫 也是你们刀着的 行吧 我就只对圈圈对话 真的 真的 先投一下 行吧 我发言结束 我们就是说先投一下四 然后最后三刀 找白痴 好吧 可以 埃格到处找到了 好吧 来 投票了 等一下你们不排刀 现在这有归票是吗 哦 你请归请归 你归啊 我归啊 我归 我归真人家四号玩家 哈哈哈哈哈哈 我归真人家四号玩家 请归玩家 对我到时候 投票 三二一 请投票 二号四号 五号 七号 八号 十一号 投给十二号 你这不是好姐妹 四号 十号 十号 十二号 投给 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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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你抽个便宜呢 我简说一下 我觉得大家真的很爱 蓝莎这个游戏 我觉得无论它怎么样 就气氛到了 就是说已经觉得很快乐了 还是很尊重游戏 很尊重游戏呀 我觉得你真的有东西 好吧 祝福你 祝福你成为老二扎穿一姐 赢了这把 赢了这把 你能怎么样呢 能怎么样 这票一定投我头上 要东西 白痴我这边是他娘的没找着 看见了啊 过来过来 你也还是别当 还比较吗 还比较吗 还比较 几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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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给他给他 给四 哦 三号 我几二号几二号给四 给四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你才飞一个 我拿过几三号 你把我验了 你想要我拍到 你应该是五个宝 诶 嗯 那你们就要二十多名 砍五个宝啊 别砍二 哎呦 他是个名 好 好庄啊 对对对 好庄啊 真的好庄 我们就砍二 就砍二个五就玩事了 我们单独把八摘一桌 你砍二八 跟五有什么关系 哎 你这么一跳 很像个人 我觉得能要去一下名 他不说话 他在这装白痴 我讲白痴 他装 他真是白痴啊 你真是白痴啊 我也 现在是老人看到时间 好人 不要猜是老人 你妈都投费 我你们姐妹都不要了 我觉得你票可以投 但 我很大慕老师 我老师觉得谁是白痴 他们大慕老师 电视机前的观众们 你们觉得谁到底是 那个场上的唯一白痴 谁是白痴啊 谁是白痴 已经打在大慕场 你现在不会再投我耳朵 没有什么价值了 你已经被卡死了 你现在已经死了 你就是定了 你还给你叫姐 他们第一刀就对的是你 拍下大慕 你们都换过了 就不需要再卡 是啊 是 我们太想赢了呀 8-7 7-8-2-5-7 大慕观众他们在看 快打人家互动一下 都什么都有啊 他们觉得这也是白痴 他们说是歪哥 他们说是7 这肯定不扯 他们就不想我们 他们说7是真是 真是爱歪哥才输的吧 你别砍我 你们把那刀留到 砍别人身上 你别砍我 快快快 没有人说八是白痴 大慕老师 没有大慕老师说八是白痴 好了 那请尽快做决定 快快快快 那就25 2525 25有白痴吗 425是吗 对对对对对 游戏结束 狼人真是一位手 我撑了 哇 我们且听一下 一 你看我说二表情 我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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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狼人为六号 我说他有可能不是猎人 因为他说的 一人为二号 白痴神为一号 天明为五号 八号十一号 其中七号 玩家为混选 混的四号牌 本局游戏是好人混 狼人首页 选择击撒三号 女巫 女巫选择独调 一号白痴神 冤家印证四号 冤家四号 印证七号 为好人身份 警上竞选环节 因为警下只有九号 一张狼人牌 所以十二号 汉条狼人牌 吃到警徽 然后第一天 反应几时后 狼人选择拍刀 425 狼人刀中 狼人的一获胜 你那个表情 你拿错你 你不会 我欢迎回来 好快呀 对 我们第一局 还挺轻松的 我们几时间 反正是 就是一直在看 看着很多 就看着弹幕 对 就看弹幕在那 那个打 到底谁是猎人 谁是白痴 所以 大家有没有 你要发现 没有人找到 对对 没有人猜到 白痴是一号 确实没想到 一号人家 是个白痴挑猎人 警察查查拼命 我自己觉得 那个真正的猎人 二号表现是不错 因为在一号 玩家跳那个猎人之后 他是没有 发言是没有变形 看不起谁呢 他是没有变形 看不起谁呢 旁边的解说 这是你自己想想看 你拿一个猎人的时候 你可能会 多多少少会觉得有点 因为他跳了 死了之后 他跳了你的身份嘛 而且跳得很真 说夜里面 手势向下呀 什么的这些东西 跳得很真的 那我觉得二号还是 水平还是很好 就是说白了 就是看不起谁的 给大家复盘一下 本球游戏狼人分别 是六号 九号 十号 和十二号 然后女巫呢 才比女巫是三号 然后一号玩家是白痴 二号玩家是猎人 四号玩家是预言家 然后七号玩家 是混了预言家的混卷 也是一个 框框打脸的混卷 我之前刚说 这场混卷 混的都是狼 然后七号玩家 混了个预言家 严重怀疑 他刚才看了弹幕 而且刚才狼队 那个汉跳 小飞的 前半步汉跳的时候 说了一句说 这个七号玩家 如果真的是一个混 他怎么可能混好人呢 他肯定是被狼 混的呀 所以他肯定不是混的 这就是一个 非常钢铁 钢铁逻辑 有可能在场 我们就站边 站边12号玩家 不会 我觉得4号还是挺钢铁的 一个状态很好 还有一个就是 艳七这个 艳人还是挺钢铁的 确实很像新手游家 确实很像新手游家 像一个游家或混 反正是不像汉跳 但是原来我们 反正我原来做那场 我要拿游家 我第一个手游目标 也会是 但后来不会 但我也很少 其实也很少摸游家 好像摸不到 就很难 然后我的手机 全都是狼和平云 连神都摸不到 我的手机 这个看看弹幕都说什么呀 刚才有的弹幕说 四连神确实是1234四连神 对 不知道这在位置学上 因为我 你别给我聊位置 位置玄学 有的人还真的说的 挺像模像样的 最近听了很多位置学玄学的 对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东西都是 回归到一个东西叫做 数学概率论 我觉得没有别的 反正就是概率嘛 有人说这个七号玩家是水平下降 我自己是真的不这么认为 倒不是说因为七号玩家是歪哥的夸 我自己觉得他混 骚玩家可能 可能把骚玩家命错了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有可能真的是故意混 混四号玩家 我觉得 那你得看骚玩家是什么 那像骚玩家是原家吗 对吧 因为按他的心理说来说 他拿到原家这张牌的时候 心潮澎湃 对吧 按他当时 那就是你出来 对 对我觉得他面相 可能是那种开心的激动 那你觉得发言顺序 如果变成了七号玩家先发言 那七号玩家会给 四发一个精神 让帮四号玩家第一代跳 是吗 第一代跳 我是原家 我也不可能 我是原家 我也不可能会让第一代跳 因为会 他有可能混了狼 为了骗原家 其实我按照他至今 说我也觉得 他是混血 可能是狼混啊 我也不可能让他第一代跳 确实确实 对吧 那七号玩家是没有必要 再用这种方法来秀大家了吧 你以前都早就秀过 对 反正我觉得这这游戏 好像一号玩家 虽然是一个白痴跳了猎人啊 但是 其实我是觉得 可能跳平民稍微会好一些 万一狼 脑子一着去看平民呢 因为他们明平民是七号玩家 八号玩家也很像平民 就在二五里面找一刀平民 万一人 真的啊 我是觉得 如果但凡一号玩家认个平民者 狼去拍平民 然后就直接输了 因为一号玩家是白痴嘛 他会跳平民 也有可能 有一点点啊 有一点点啊 我个人觉得可能 狼脑子一着拍平民 因为觉得平民七号玩家明平民 然后八号玩家很别 然后那十一号玩家也是平民 他们觉得就是说已经死了一个平民 那肯定当明快了 而且比如说你 他认了平民之后 他们在白痴跟猎人里面还要做抉择 就是万一要先砍了猎人 后砍了白痴也是要交牌 所以感觉好像稍微收益小的面 但是其实也没什么毛病 他们不觉得二号玩家是白痴 觉得表情像平民 那也不像猎人嘛 对吧 我自己觉得可能一号玩家当时 一个是反应时间也比较短嘛 就是被读字 还有一个他可能就想传 他跳猎人 我自己揣测 不知道这个王宝宝到底是怎么想的 但是我自己揣测 他可能就是想要告诉猎人白痴没了 我自己这么觉得 也是也是 有可能 包括他就是一直给七八什么穿白痴 因为他发言里面有说这个七什么 七什么或者八 他们吃平民吗 八是不是再出个白痴 然后还有那十一号玩家 跟着大家一起找白痴的恋人 我觉得十一号玩家还是优秀 王某那个话其实是有低话的这个意思 我自己是这么觉得 其实还好吧 主要还是在三号玩家 我觉得就是 那公平你打个三号玩家 嗯嗯就行了 三号玩家也不是给他写 他自己别也说了 不是不是冲浪赌 确实是没人赌 意思就是凭债一号玩家拿好人 哈哈哈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吧 确实没人赌 嗯 反正我是觉得好像这这局也没什么复盘 得聊聊天就好了 因为这个这个晚上12号玩家紧上都是任狼 然后12号玩家任狼之后还把9号玩家卖了 那9号玩家是6号玩家也卖出来了 因为警察就一招狼的话 其实没什么可说的 对 而且也痛痛快快就拍刀 对对 就是觉得也一定毒死的 说好人就拍刀了 嗯 也就没有想要变 其实确实是这样 其实没有什么 怎么 也很难跳过4号玩家吧 我自己觉得 而且7号玩家一跳混子 狼队是 其实6号玩家你看 他是做梁鼠准备 6号玩家是起跳了一个混子 嗯 就想说如果要变的话 狼队肯定要把司机打成双狼嘛 万之为止要跳一个混子 是这个打算 但狼队心里面还会 感叹套人家有没有可能 真的是混了狼的混血 第二天绑票 其实会有这种想法 会有这种想法 因为确实很少看到 七号玩家混的混血 不一定混血 混员不一定要说什么 没准我就 那个为了电飞4号玩家 跳混血 也说不准嘛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也 也很没啥的 其实 其实就是这些 其实无关大局 大局 因为事实 在这三号玩家 独死一的那一秒 就不是说一秒钟都没有 对那一秒钟 已经就决定了 胜负的走向 知道吧 这局的胜负走向 因为三号玩家的一 已经就是已经 尘埃落定 狼队也找到二号玩家 表情 确实也非常那啥 对吧 确实可能 那个就 就 就其实狼队就 天虎开局 那说明九号玩家厉害 据说是九号玩家 十号 找到的 对 找到的那叫什么 三号玩家 可能也在三号玩家 对面 我边上的这个 女 不是 那个 我跟这位 非常优秀的女 狼队上玩家跟我说 说三号玩家拿牌 特别好敏 我不知道 我没说 你别吓大耳节奏 你别吓大耳节奏 我是说 这狼队肯定是米藏 他面向了 他自己不是 发现说有错 他拿了张牌 他居然去 问了发牌员 是不是 问了发牌的工作人员 这个牌 因为那个牌不是女巫的牌 叫什么来着 圣女 他说的是 好像 就是牌用了特殊的牌 他不清楚张牌 到底代表的是哪个角色 所以问了一下 难怪 可能故意搞 下一版本就变成女巫了 我要是他的话 我可能就不问 晚上喊谁喊两遍 我就中他眼 不对完了吗 是不是 而且没准还能让别人觉得说 这是一个新来的 那个不太会玩的 一个玩家拿到张神牌 是不是 有可能 我们不是非常那个 愿意非常在这里 跟大家尬聊 主要是因为可能场上玩家 可能那个 还在打架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打完 所以大家内心等候一下吧 那你们说 这个解说间确实是 丹夫要得该干了的这个任务嘛 或者大家有什么想跟我们互动 可以丹夫上打出来 他们想互动的东西 刚才问过的 完全像 交易员很难来北京 现在这个情况嘛 所以他就是还在武汉 就是别跟他提 别跟他提 我在 我还没跟他说 没说 我没说 我不敢说 那一会 他把我封杀 我害怕 那一会我去给他发个微信 别别别 他真不知道 他应该不知道 那我去查一下 文俊强的那个直播间号 虽然是兄弟 但确实也记不住 确实记不住 那谁 那虎牙搜 反正像就回来 还打广告啊 大家在12123的这个直播间里面 去打其他那什么的广告 大家如果喜欢产生哪位玩家 也可以去那个各个平台去搜我他们的名字 都是虎牙主播 啥意思 对对对 各个平台 哎呀 我不行了 我被说晕了 你别那个什么我 对还有那个11号人家自己在发行阶段说自己远道而来来到上海 确实那个确实确实是现在 从上海过来 上海过来 带着核酸证明就过来 反正确实因为上海跟北京现在好像两地的疫情也比较严重 可能来回来的话也不太一个方便 包括今天要从那个好像在六个小时之前也是刚上飞机来到北京 然后直接来的嘛 而现在疫情防御措施上 到今必须要在多少小时之前要做核酸才可以 要不然你见过我就弹窗 对 所以其实大家都很不容易啊 我其实有看到弹幕在问口红字号的一个事情 但我不知道能不能说 所以如果你们实在想问在微博问我也可以 可以说 我觉得可以说 是杨树林的 但是色号我得回去查一查 杨树林的小金条 那就别说了 色号都不记得 就说一排那就很不太好 是小金条杨树林的 能不能让他们打架快信一下 我也不知道啊 不知道 反正应该马上就好 然后大家可能在九十天再多看一会儿 因为我们今天确实也远道 也没有远道而来 反正确实好像因为大家平时线下面杀一个疫情的原因吧 然后再加上一些别的原因其实周中大家也不怎么会打面杀 然后周末的话就是 有时候会剧本一下呀 对有时候会来新来沉浸式推理馆 那个来剧本一下 确实有很多 或者桌游一下呀这样子 对所以大家可能对于狼人杀的热情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不像以前 我真是以前最多的时候一周 面纱 天亮了 天亮了 好了我们天亮了 大家可以回去看了 已经第二把天亮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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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